那小的投资者你有一个机会窗口 就是现在市场还没有被他们把机会都给拿走 你仍然有很多的机会 你要先开始形成你的规模 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 然后你才能够赚到更多的钱 比如说我到沃尔玛的网站上面 下单去买了七套的入住礼物 所有的房东当中可能有1%的人在做这件事情 入住的时候给他一个惊喜 给他一个礼物 那这一套东西多少钱呢 45美元 这个45美元的回报会很高的 一方面呢 你给他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第一印象 你跟他建立了一个好的关系 那么接下来他会更爱惜你这个房子 你的维修维护的成本是不是会更低 另外一个呢 你跟他的关系良好 那接下来他在里面住的时间会更长 你这个房子空置率会更低 那是不是你会收到更多的租金 你要把它当成一个生意去做 那接下来第二个阶段 我会去做的是自己的品牌 当你的出租房多的时候 你可以做成自己的品牌 而且这些出租房不可以是分散在各个地方的 你应该把它相对的集中在一定的区域 那你可以针对这一定的区域来做营销 接下来我的出租房多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 我可以在Google上面打广告别人只要搜出租房 可能搜索的结果一开头就会先看到我的房子的广告 形成规模以后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你会赚到更多的钱 你会有更大的竞争的优势 记住这句话 只有当你赚到钱 你才能够帮助别人而不是相反